趋缓国境解封海国人潮大爆发 去年底开始申请恢复户籍民众大幅成长 户政事务所几乎都人满为坏 而周下午则因为大雨难得只有一组人 户所等待人数都将近50以上 要排很久 对 要排很久 根据健保署与内政部资料统计公式 去年就有将近16万人恢复加健保 创下历史新高 今年上半年更逼近去年总额多达153,080人 巧的事只要在7月13号之前 复籍就总统副总统投票权出估 大选投票部队就多出31万大军 是疫情解封以后 然后国人反国回来涉及参加健保的人数有所成长 新涉及交保的人数在疫情前 大概都2万5到2万8人左右 那去年就是大概有成长了将近5倍多 那所以去年回来参加健保的人 大概有接近16万人 这个高峰大概是落在111年的12月的3.6万人 跟112年1月春节的4.4万人 所以有关媒体说最近两个月大幅的潜入 应该不是事实 高峰的是在去年底跟今年初的时候 所以看起来应该跟选举没有关系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推断 中选会也提醒民众如果错过7月13号 人可于9月12号到12月4号向原户籍地户政机关申请 总统大选有你一票 TV新闻董事宁教会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